9月8日晚,2019香港小姐竞选出最终结果 大热的1号选手黄家文成为冠军 5号选手王飞则获得亚军和最上进小姐称号 8号选手古佩玲获得季军 6号选手陈希蕊获得友谊小姐称号 冠军黄家文25岁,是一名职业模特 他在赛前就对自己获得三甲很有信心 坦言优势是曾经参加过多个选美比赛 比较有经验 因为我很多目前的经验吧 我也做了模特很多年 而且上一年我也是参加了国际小姐 就可能在对这个台上面就是没有那么紧张 他们说我说话很自争抗原啊 而且很就是怎么说呢 很老成嘛 就成熟吧 所以可能这样子他们就给我多一点分数 我也没有想太多 当然是希望自己会赢的 那当时一直的就是表持那个平常心 然后最后得到这个结果 我也非常是开心的 亚军兼最上进小姐王妃23岁 是模特及演员 评委普遍认为她具有古典美 王妃赞许黄家文是冠军的合适人选 替对方感到开心 反之觉得自己欠缺自信和淡定 她谈到这两个月来的选美过程 充满艰辛和喜悦 是值得怀念的人生经历 我刚刚表演了街舞 然后这个街舞是就跟大家表演都比较不一样 因为都是比较powerful 然后比较man一点的 然后其实我也在想 我参选港姐表演的才艺 是不是应该要女人味一点呢 但是我觉得街舞是我的强项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舞蹈 所以我还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看 因为有很多人都说我的五官比较立体 可能是鼻子帮了我的忙吧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都 事前一直跟我说 你真的很伤心 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朋友 他们都说 然后可能也有人说我的样子比较古典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就获得了最善金小姐 谢谢大家 季军古佩玲19岁 是一名大学生 她直言自己进入八强就已经很开心 现在能拿到奖是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夺冠 自觉是因为输了口才和经验 据了解 香港小姐竞选于1946年首次举行 1973年开始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办 每年举办一次 竞选口号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本届港姐自7月初开始报名 吸引了超过万人报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是最后一个人推出 来自然而行 第二个人无法